Hello everybody 你們大家好 謝謝大家今天晚上 星期天下午大家都抽出時間過來 很不容易 首先我今天要 感謝IBM 給我們協會巨大的支持 提供這麼好的場地 要不然的話我們根本無法 容納這麼多我們的會員 過來參加這個活動 還有這個 最重要的是Leo 拍Ral星期天下午 這個又 這麼接近我們Christmas time 抽出時間跟我們 來做這些講座 真的是很不容易 特別感謝 今天他們 我就不耽誤太多的時間 擋在他們精彩的講座前面 我就簡單的介紹一下我們 ACSIP協會 然後就Leo就可以開始了 我們在座有一些新會員 可能不知道我們ACSIP 在2006年成立到現在 時間也過得真快 明年就是10年了 我說Fred Kent 我們是不是得 舉辦一個Anniversary 我們成立到現在為止 陸陸續續會員加入 可能有2000 左右的會員 然後主要呢 主要呢在都是IT 領域 但是也有一些其他領域的 這個會員 然後Experience 我們雖然是 senior IT professionals 但是我們也歡迎這個 比較junior的 這個IT professionals參加 然後幫他們成長 為這個senior IT professionals 我們這個 ACSIP很多人都問 是什麼樣的一個operational model 我們實際上是一個 就是一個義務性質的 non-profitable organization 我們幾個 等會我再跟大家 大家修一下照片 我們八個理事 大多數的活動都是我們八個理事 來放的這些 Events 然後呢 當然也有很多 我們這些Member 在各個領域的Expert 來跟我們幫助組織一些活動啊 然後 做一些這種技術講座啊 比如說Leo 然後還有呢 我們協會這麼多年 我們也有很多這個partners business partners government partners 他們也會幫助我們 提供一些場地啊 幫我們組織一些活動 這簡單的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是 我們協會 Who we are 然後我們協會 具體做一些什麼工作呢 我們協會其實主要就是兩點 一一點就是 我們目標就是 跟大家創建一個平台 我們加拿大 過來這麼多這個 IT professionals 大家都需要一個 尤其是 尤其在IT領域發展這麼快 我們想 主要的目的就是提供一個平台 大家交流這些技術的信息 然後商業的機會 相應的我們 以這些各種活動這個形式 來幫助大家 來分享這些信息 這麼多年 我們實際上這個 我們主要就是follow這些 technology的這個trends 我大致的這個 其實我就昨天今天回去看了一下我們這個歷史 從 我這裡主要從2008年開始到現在 基本上 算是兩年一個主題 2008年到2009年 我們舉辦了一些這個就是web 2.0的 有一些semini 比較火的 Mesh up workshop 然後到2011年到2011年 當時Cloud 剛剛興起 我們協會舉辦了一些這個 Cloud VMware private cloud case study這些活動 然後是Mobile social 然後到現在 這這兩年這個最火的是 big data 所以說已經到現在為止 最先我們開始是這個 Ruby Cloud CEO Kevin过来讲了一下他们公司的这个他们是在这个加拿大比较成功的这个startup 拿到了这个7 million这个series a fund 然后介绍了一下他们成功的经验 然后上一次活动是这个邵华章 从这个也是Canadian unicorns之一 Kick过来跟我们介绍了一下现在big data里面的这些business model 现在这种现状非常受欢迎我们当时 It's to a clock Ok 然后今天我们这也是属于这个big data cloud series的这个第二个部分 是Leo跟IBM联合举办 然后我们第二个部分刚才说的第一个部分是我们是 跟大家提供的频道第二个我们是想建立一个这样一个中加这个IT professional的一个桥梁 到现在为止我们有像这个我们几个理事从国内的组织加拿大的这些企业和这些人员到国内去参加几个主要的大型活动 那些外包活动和技术交流活动 然后我们还有一两个例子现在都已经在国内都已经开始start up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双向 国内现在政府啊这些机构很多这些delegation过来我们希望都会跟我们协会合作了我们来帮他们这个有时候接待他们或者说跟他们发通知我们加拿大的这些我们这些会员参加他们的活动 这我们刚才提到我们协会的这个八个理事今天我们带了六个 那边是我们Fred 然后我们后面摄像的是刘伟 还有Kent在不在 Kent在外面是吧 对 刚才注册的那个穿蓝猫衣的是Kent 哦 还有哲明也在外面刚才注册的最左边的 管链在不在 我没介绍我自己啊 我的Shawn 还有还有两个这个理事我们没来的一个是David现在在国内创业另外Mark Mark实际上是IBM人我估计他来这里次数太多了今天就不想来 哈哈哈 呀他今天有事临时来不了 啊 但我 在今天的这个主要活动是这个我们这个Leo 我简单要介绍一下Leo Leo跟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我觉得这个Leo是属于我们这个来加拿大 这个比较成功的这个 IT professional的典型例子 在IBM工作然后到花旗银行 然后最后又被IBM再挖回来 是吧 自己又写了IOS的App 还有这个当然还有朋友要邀请回国创业弄各种这个 然后 IBM最近 参加这个拉斯维加斯的这个IBM大型会议之一IBM Insights 应邀这个做关于Big Data的这个讲座 呀然后就在旧金山的这个也是Big Data的这个活动 也邀请这个Leo去当mentor 所以说我们实际上Leo当时同意我们来举办这个活动 我们也是非常期待也是非常难得 好下面我就不多耽误大家的时间 Leo 谢谢 谢谢 值得